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楼盘叫August 也是由咱们本地十多年的建商一手打造的 我们来看一下建商 建商叫Sintrain Homes 发音可能不太标准 那么Sintrain Homes其实有十多年的本地建筑历史 一直以来以靠谱住窗 为什么呢 从来不用别人的钱 就是都是自己的钱 实打实地往里达钱 那么他们的项目也是比较多 比如说这种公寓 比如说正在盖的这种房 还有一些豪宅温馨的 温馨的哪里反正都有吧 你看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项目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它整个这个项目 红点就是它之前盖的一些项目 可以说真是遍布了大温地区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这个呢就是August的8月的地理位置 大家能猜到为什么叫August吗 因为8月竣工 再也不要问我几月盖好了 那么整个这个黄圈呢 是它的一个15分钟的一个步行的距离 可以说在整个这个圈里面 还是比较中心的 你看你去Skytrain Station 或者是你去电影院 TNT等等这种购物中心 基本上就是七八分钟的距离 你去未来57街这边一个超大社区 以及它未来要盖好的一个Skytrain 也大概是同样的距离 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园 我以前经常在这边打篮球 然后再往北边呢 这个1号呢就是我们的Churchill的中学 2号呢就是Laurier的小学 所以说步行的距离就可以到小学中学 跟张韩运做校友 然后他去UBC各个方面也都非常近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毕竟咱们是温西的一个核心地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房子本身的一些渲染图 也是比较漂亮的 看就是这种很现代风的这个感觉 它的屋顶也是用了一种比较独特的双三角 或者是你可以叫M型啊 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模型啊 模型在这边我们就能看到 一共有8 一共有4个房子 4个房子每一个房子是双拼嘛 那么就是8套 每一套都有自己的车库 最便宜的是250多的这个 我觉得超级具有性价比 然后这两栋是一模一样的 260多 然后这个是270多 它除了地下有独立的这个停车库以外呢 它的面积也是最大的 达到了丧心命况的2100多啊 具体的户型我们到时候再说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啊 在温西现在一改多的这个政策里面呢 能有自己独立的车库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呢 这边是北 这是64街 这个是Laura Street 所以是一个非常安静的那一街 那么我们朝北 这边就是南 也就是你的院子呢 都是南 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除了做南朝北的这种感觉以外呢 是每一个房子 每一户 它楼下都有一个两房一厅的一个出租单位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给你带来大概3000到3500的一个出租的收入 那你也可以用这笔收入来去做你的银行贷款啊 然后呢 就是有主层 二层 还有一个三层啊 没错 三层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 那么这个呢 250多万呢 是楼 二楼和三楼加在一起 一共三房 这边呢 二楼三楼加一起呢 一共有三房加一个书房 其实书房也是蛮大的 可以当做一个房间 但是开发商非常的实在啊 就是即使够大 他也没有到他心目中那个标准 他也愿意把它叫做一个书房 那这两个就是三房加一个书房 就是叫什么 就是260多万 当然我都没有算地下的出租单位哈 然后那边270多万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四房了 所以他呢 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一个房间哈 那么这个Laura上面呢 这个270多万 这个可以直接进去四房的 然后这个250多万的这个呢 你可以从这边直接开车进来 这个是这样的 然后这两栋260多万的话呢 他是直接有一个仪式感满满的 一个过道开过去 然后左右停你的车 是吧 他在除了车库里面的外面 也可以再停多一辆车哈 然后像这边的外面 甚至可以多停两辆车 就看大家有多少辆法拉利了哈 然后这个仪式感满满的这个车道呢 除了开进去以外呢 他还起到了一个 这两户之间的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间距 所以让你的这个压迫感呢 不会太强 所以这个房子啊 我觉得还真的是 非常的 设计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我说一个很细的地方哈 比如说大部分的双拼呢 这边是一个屋顶 它是一个肩脚 肩顶 那么你两户在两边的话呢 享受的这个高度呢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他们呢 开发商设计师 他们在一起频繁开会 最后就把它设计成这种双屋顶的设计 那么也是也像是个M嘛 这样的话你其实每一户都可以有自己的屋顶 那你的挑高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然后同样的你每一户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小的天窗 也可以增加你的这个增加你的这个采光量 它是一个非常精品的双拼屋 没错大家没有听错 你是不需要交管理费的 它一共是8 一共是4栋房子 每一栋的是两户 所以它是一个双拼 那我们今天呢 来到工地哈 先简单的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进度和感觉哈 这一栋呢 是270多万一套 它左右分两户哈 这个呢 比较特别是它的这个车库呢 是在地下哈 跟它的出租单位是放到一起的 所以呢 这个还是比较 不一样的 它一共2100多尺 可以说啊 面积超级的大 这边呢 会是一个斜坡下去 然后停车 车库后面呢 是两房 一位的 两房一厅的一个出租单位 大概3000到3500左右 然后它呢 还有一楼 二楼 以及一个三楼啊 三楼其实像是一个秘密花园一样 非常的棒 这边这三栋呢 这个是便宜点 然后那两栋呢 260多万 这个250多万 它的车库呢 未来是在这个位置 你在猛口呢 也可以停车 那两栋呢 后边也分别有自己的车库 没错啊 在温西啊 你能找到这种有车库的房子啊 其实是挺难得的啊 开发商呢 也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增加了结构钢梁啊 用来抗震 那只有在一些豪华的独立屋里呢 通常才会有 可以说啊 建商真的是非常的良心 好 我们今天讲呢 我们就讲一个最贵的270多万哈 直接 拿到你的口袋中啊 四房3.5个洗手间 包括地下室的两房一位的 出租单位一共2100多尺 那么看到啊 基本上你的 你一个车进来之后 这边就可以停 然后这边有很多储物的地方 cross space啊 然后楼下出租的话呢 就从这直接进来 然后到自己的客厅啊 厨房啊 你看五脏俱全 将来出租 对吧 有人来上学啊什么的 都可以住在这边 又新又好 多漂亮 然后如果是自己的屋主呢 他把车停完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走到自己的前院 他前面有patio 后面也有patio 都可以遮风避日哈 可以让你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然后他整个的功能性的比较强 这边是living room dining 然后还有个kitchen 这边还有个island dishwasher都在这边 然后stove啊 煤气炉灶啊 可以方便我们华人的使用习惯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半位 还有一些storage啊 可以说整个的一个空间使用呢 是非常的强的 然后我们从这边呢 就可以下楼走到我们的后院 享受一下阳光 那么他的二楼呢 也是一个三房的设计 因为这是最大的户型 2100多尺嘛 那么这边前面有一个deck 然后这边是一个卧室 这边是个卧室 这边是个primary bathroom primary bedroom 然后这边有两个double sink 然后还有这个淋浴间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大家在早期 比如说像现在一二月份 如果想入手的话 你如果想做一些 自定义的改动的话呢 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精品的双片屋呢 很多时候就是可以给你达成 这样的一个自定义的性质 在很多大建商那边 超大的盖五六十层楼高的这种 你就很难达到了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墙拆到 做成一个无敌的开放式的 这个卧室没有问题 如果你想把这边加一个门 然后这个卧室 这个洗手间做成 这两个卧室共用的 也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些都可以去安排 那么我最喜欢的 就是它三楼的设计 是一个独立的小的空间 这个小的空间 非常适合叛逆的孩子 真的上面玩 这个睡觉 玩LEGO 打PS5 平时换个衣服 或者这边 做成一个超大的十一间 比如说我女儿非常喜欢美 在这边就天天可以换裙子 对吧 叫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下楼来吃饭了 那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它下来之后 这边是个过道 所以不会影响 这边的一个隐私 对吧 你该干什么 还可以干什么 然后走到楼下 就可以吃饭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户型 可以想象 这个开发商 还是运用了很多的心思 和设计在这个里面 相信August 一定会在 房市回南的时候 大卖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 想要自定义的小伙伴 就赶紧联系我了 我们私信聊了 拜拜 拜拜